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刊登了一篇评论性文章 即《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平台极需强化自敬》 在这篇评论性的文章里 该报一言九鼎 明确地指出了一些意见领袖是断章取义 并且是片面解读了 早前该报发表的几篇多元化发生的文章 通过虚假的所谓的官方定性 把肖战定为了诗歌偶像 主要是蒙蔽一些年轻不碍事事的网民 故意去制造一些舆论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 本次检查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是评论 所谓的评论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场 而早前刊登的五篇文章是该报采用的投稿 并且在其官微上面明确指出 不代表本刊立场 所以大家理解这一点就显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之前刊登的文章不是官方立场 代表了多元化的意见 现在是该报的评论 代表的就是该报的立场 黑粉们借之前该报刊登的五篇文章 断章取义的假借官方之口 把肖战定义为了失格偶像 纯属是包括打不死的爆裂风车等等的账号 在内的一些恶意攻击的行为 并且把这种行为上升到攻击国家机关等等层面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这样的解读 现在有了代表官方立场的检查日报 再次为肖战定调 肖战不是失格偶像 把他定位失格偶像的是某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假借之口并利用一些心智不够成熟的人 有目的地在攻击肖战 达到了让肖战推出娱乐圈的目的 四个月以来 黑粉们无所不用其极 以各种的抹黑手段去攻击肖战 在四面楚歌当中 肖战如果不是足够坚强 那么小飞侠们如果不是日复一日地 给予其坚定的支持 人们不是坚持守护自己正确的三观 肖战或许就会暗淡下场 离开我们的视线 幸好大家特别是小飞侠们 坚持到了正义到来的这一天 这一天对于小飞侠们真的很重要 或许从此以后不会再看到肖战被各种的抹黑了 或许肖战出演的三部电视剧 很快就会很顺利地播出了 或许肖战和其他的明星一样 可以和大家互动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们要的就是让正能量之人 天天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一些网友看到了检查日报的评论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说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 有网友的话或许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被黑了四个月了 终于等来了光明 各有网友发出了感慨 太好了 在检查日报发声了 邪不能胜正 有网友说媒体发声很重要 特别是引导社会正能量风气的官媒体发声更重要 这是在夸检查日报这次发声的行为 还有的网友像是一颗石头落了地 说终于等来了 终于有官媒替它发声了 在这之前很多的黑粉拿着之前 检查日报发表的五篇文章 在各种的场合说肖战是失格偶像 因此在看到了检查日报再次发表的文章之后 表示 节气呀 让他们没事再拿检查日报来说事 说回肖战吧 R7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了 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明星 因为一个事件能够始终被推在风口浪尖 风波一直被平息 这对于肖战自身是极大的伤害和困扰 对于网友来说其实也是占用公共资源的 并且始终都有声音出来混淆视听 可以说如果说没有一系列的爆裂风车 这样的黑粉在网上煽风点火乱带节奏 R7事件应该早就平息了 如今冷静下来回顾R7事件 谁能够有底气的说出来肖战到底错在哪里呢 举报AO3是粉丝行为 本来和肖战是无关的 因为肖战不是粉丝的家长 也不是他们的监护人 粉丝的行为为什么要上升到偶像呢 这样的观点肖战在此前的接受采访当中 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非要挑肖战的毛病 那么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出来站队 他始终不忍心伤害自己的粉丝 和他们站在队里面 其实呢这也很正常 对于明星特别是流量明星来说 粉丝就相当于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光点销售额过亿来自于粉丝品牌方的认可 也来自于自己得到粉丝的用户和爱戴 有粉丝愿意为自己买单 这正是明星对于品牌方的价值 所以肖战始终没有和粉丝站在对立面 和他们共进退 是他忠于内心的表现 也看到了他敢于对那些充满着恶意的群体 奋力抗争的决心 这一点要为肖战点赞 从演唱《猴眉赞》到登上了 向医护人员致敬的舞台唱《竹石》 再到这一次的检查日报表明立场 一次次的事实证明 肖战是当前娱乐圈的优质艺人 只不过是一直都被黑粉恶意重伤 导致被大批网友抵制 而这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看到 除了一些公益活动上的亮相之外 2020年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在影视综艺和商业方面 肖战几乎完全停滞了 一个明星的青春能有几年呀 肖战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希望检查日报的这次发生 能够给持续在网络上黑肖战 对他实施网络暴力的网友们一记警警 也希望能够唤醒他们的善意吧 而这次官媒力挺 相信也会给各大的制片方和广告商信心的 帮助肖战彻底来走出阴霾 迎接属于他的春天 也相信肖战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跟有的网友说的很简单 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松了一口气 也说明了正义终于到来了 大众的眼睛永远都是雪亮的 正义只会存在在迟到现象 但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对于检查日报的这次发生 你是怎么看的呢 以后对于肖战来说 你认为舆论环境会不会有所改观呢 作为小飞侠的你 是不是激动万分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